那只是梦而已 好了 我们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去海边老母辈取珍珠呢 珍珠 爸的梦怎么跟母辈产珍珠好像了 接连几天晚上 我父亲都会做相同的梦 每一次他都在痛苦中惊醒 不要啊 别 别放进去 求你了 好痛 痛死我了 求求你劳了我妈 别再放了 后来我父亲感觉身体不太舒服 他的口腔里长出了一颗颗异物 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竟然是口腔癌 最近是怎么了 身体好像越来越虚 嘴里还长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来 爸 我看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这样也好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我终于明白了 我这是自作自受啊 我养珍珠正是把一颗颗珠盒放入珍珠母被内 强迫他们分泌珍珠汁来包裹珠盒 等结成珍珠后再取出来卖钱 而我这些日子一直梦到有人硬把东西放入我嘴里 并且不准我吐出来 这应该是珍珠母被想要我知道他们的痛苦吧 唉 这都是报应啊 我们家为了帮我父亲治病花了好多钱 几乎将这些年养珍珠赚来的钱都花光了 可是我父亲的病却丝毫没有起色 你们不要难过了 我落到今天这一步都是报应 你们以后绝不能再养珍珠 绝对不能养 知道吗 我父亲去世后 我们便结束了养殖珍珠的生意 而这枚珍珠母被 我则一直放在家里供奉着 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谅解 真没想到你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 是啊 看来因果报应果真是存在的 千万不可不信啊 珍珠母被的痛苦 就好比沙子跑进了我们眼睛里 时时刻刻痛苦不止 珍珠母被为了减轻衣物造成的痛苦 终其一生分泌珍珠质来包裹异物 终生的痛苦泪水结成了珍珠 但当珍珠取出来时 她也因此而失去生命了 永不止息的母爱 位于高山的村庄里 住着一位邓姓村民 听说她年轻的时候 经常在山林中捕猎野兽 然后转卖给山产店来赚取暴利 我听人家说 那位老猎人应该就住在这个村子里 哦 是吗 您好 请问你们村子里有一位姓邓的猎人吗 姓邓的猎人 我们村里的好像没听过 哦 她应该很久没有打猎了 不过啊 听说她打猎的技术非常高超 而且擅长捕猎黑熊 这我真的没听过 哦 我知道了 你们说的是老邓 老邓 难道是那个独来独往的老邓 嗯 就是他 不会吧 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他是猎人呢 老邓年轻的时候 经常在山林中捕猎野兽 然后卖掉赚钱 尤其以黑熊居多 那他现在怎么不打猎了 我也不知道 听说有一次他捕猎回来后 就发誓再也不打猎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可能是他那次在山里遇到了什么事情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哦 是这样的 我们啊 在山里发现了一只黑熊 那只黑熊既凶猛又狡猾 我们想尝尽了 我们想尽了办法也抓不到他呀 听说你们这里有位老猎人很会捕熊 所以想来请他帮忙 哦 是这样啊 不过我想他是不会帮你们的 虽然听村民说 那位老猎人 那位老猎人早已不再打猎 但是这两位外地来的猎人 还是到他家 恳求他帮忙猎熊 你们回去吧 我是不会帮你们的 为什么呀 是啊 邓先生 您有什么条件尽管说 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 都是有感情的 我们伤害了他们 他们的亲人也会痛苦难受的 何必要这样做呢 邓先生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是啊 身为猎人 面对猎物一定要心狠手辣 邓先生 您怎么会认为 动物跟我们一样有情感呢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 我经常在山里捕猎 在山中设置了许多捕兽器 来猎捕野兽 只要猎物从这里经过 肯定跑不了的 有一天 我照例到山中搜寻猎物 当接近一处陷阱区时 隐约听见了动物在声音上 一定有猎物被逮到了 我感到非常兴奋 于是赶紧前去查看 哈哈 抓到猎物了 太好了 我走近一看 是一只小熊 它的前脚被捕兽器夹住了 它正一边伸眼 一边不停地拉扯着 哈哈 竟然是一只小熊 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哟 怎么了 你还想咬我不成 就在我上前去抓小熊时 没想到 一直躲在树旁的母熊跑了出来 朝我猛挥一掌 虽然我当时急忙转时闪避 哎哟 但肩膀仍遭到了轻微的抓伤 受到惊吓的我落荒而逃 幸好那只牧熊并没有追来 我跑回村里后 觉得很不甘心 便拿了猎枪 准备再去猎杀那只熊 可是 当我再回到那里时 却发现那只小熊 已经被救走了 真是太可恶了 眼看就要到手的猎物 就这么没了 哼 干脆 连那只母熊也一起打死算了 这样一来 就能卖更多的钱了 该死 还是让它给跑了 哼 早晚有一天 我一定会抓住你们的 从哪之后 我每次上山都带着猎枪 因为 如果再遇到那两只熊的话 我一定要报仇 终于有一天 我看到了那一大一小两只熊的脚印 地上的足迹非常鲜明 表示它们刚经过不久 于是我便跟着那些脚印 去寻找它们 这脚印是新鲜的 看来它们刚刚从这里经过 突然 我看到了那只母熊 但却不见那只小熊的踪跃 诶 那只小熊怎么不见了 好机会 先打死母熊再说 因此 让我很轻易地瞄准了它的心脏 并且一枪击中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那只母熊被打中后 竟然还能端坐不动 并没有倒身在地 太棒了 一枪命中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明明击中了它的心脏啊 它怎么可能 还好端端地坐在那里啊 我确定那只母熊已死后 便上前查看 却发现 它死后 竟然还紧紧地抱着那块大石头 啊 原来 小熊在石头下的溪水里玩耍 母熊怕石头会掉下去 击中小熊 所以 至此也抱着石头不放 母熊那种不可思议的母爱 深深撼动了我的心 从此以后 我便不再猎杀生命了 动物希望孩子平安 长大的心情 跟我们人类是完全一样的呀 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 难道就不能以宽阔的胸怀 无私地爱护这世上的生命吗 听完了我的故事 希望两位也能够放下猎枪 不再屠杀生灵 我们以后不会再打猎了 我是小卢 以前我在外流浪 有一餐没一餐的 时不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被慈悲的大师傅收养 现在住在一个充满温馨的大家族中 每天都有纯素又营养的狗粮 生活超开心 近期家里来了许多跟我相同遭遇的狗狗 我们很快变成好朋友 但是碗里能分到的食物 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让我好担心 哎 肚子好饿哦 咦 有一个洞 我一好奇就跳进去一探究竟 哇 终于有好吃的了 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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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